或者現在不開電單車了 辛苦了 你試著不開 為什麼這麼辛苦 還要下雨又凹 又曬 又大風 是不是這個意思 而且速度減慢了 即是不想飛 但對於沒開過電單車 或者只見到人開電單車 有時都會覺得很帥氣 很癡癡癡癡的走快很多 我們開著牛軌這麼大的私家車 看到他們這樣走走走 真的開電單車很棒 真棒 有個新聞關於電單車 不過這個新聞也有點詭異 因為說有一個開電單車的人 他之前那晚看到別人發生意外 然後他自己的IG寫著 我剛才看到有人發生意外 有一個電單車發生意外 即是開車的時候 看到甚至死了 之前那晚他看到 有人被人砰的聲音 有個18歲的少年死了 即是有新聞報 不是他看到 他直接看到 可能他在馬路上 你有沒有時間在馬路看見別人發生意外 我剛才看過 看到車的線泰 撞到牆壁 挺害怕的 因為你還在開車 你開車看到前面有交通意外 第一你怕會撞過去 因為你還在走 當然只有10秒 那幾秒 你馬上要撞停 撞停那一刻你怕後面撞到你 沒錯 很多一連串的東西 我見過一次 就是在進入石崗的時候 打算買汽車零件 你才進入石崗那條舊路 九曲十三彎 很多彎 就是一個轉左 我轉左 去上 就是轉右 一轉右 我們兩輛車剛剛平排的時候 我聽到一聲 糟了 這一下我以為自己又撞 或者我撞到他 大家相反一撞 走前一個車位 大家停了 原來對方就撞到一隻狗 哎呀 我見過一次交通意外就是這樣 還有一隻狗 那隻狗剛剛被貨車滾了一下 那裡前一個車滾了一下 那隻狗點了兩下 然後那隻狗站起來 然後我見到他走 走到 但是我們兩輛車都沒有動 我說應該很傷的 這些畫面很多人害怕 走到十步左右 那隻狗就趴在那裡 很多人害怕 馬上報警 是 見過一次交通意外 這個電單車的司機 就在前一晚 他見到有一宗卡通意外 有一個十八歲的少年 甚至是慘死的 很嚴重 於是他自己的IG說 坐車要小心 騎車要小心 即是開電單車的 都是開電單車的 台灣的 好 於是說完之後 第二天輪到他 在同一個位置 又不是同一個位置 但因為有一輛水泥盆車 我們香港人叫做田螺車 田螺車 就走了一個不對的路 而是違規左轉 撞到他那裡 當時他和他的女朋友 都是一撞 他比較後輪 顏過頭 他女朋友 就只是 但你知道 其實就算沒有被車顏過 你的頭撞到地上 你不只要吃 力量很大 很傷 其實電單車經常都是 家長勸喻也好 或者是 Spike윤訓就好 電單車就是人包鐵 駿斯家車是鐵包人 所以只要路面 如果駿斯家車 便是碰撞 但如果駿斯家車 人碰下去 可能很糟糕 最主要是你一趟出去 不知甚麼車硬過來 真的在浴脫爭板上 他和她女朋友 都馬上沒有了 死了 很邪惡 因為他昨晚才見人家的家當意外 就說很小心 很害怕 騎車要小心 隔12個小時後 他就拜拜 跟女朋友都走了 跟女朋友在當場閉命 他還慘 他整個頭被車硬 所以這些東西有點邪惡 所以我現在少開電單車 都勸大家不要開 我真的勸 如果我們年輕很多年前 飛車看到一些貧貝的 走前十個車位 然後滑下了 斷腳 現在有兩個朋友坐輪椅 真的嗎 20年前已經可以坐輪椅 因為腳斷了 因為電單車 因為電單車 沒得救 只割了腳 這麼嚴重 傷痕累累見都有 我記得以前有一個朋友 他只是說在地上磨了薑 即是一跌倒下去 一下就 嘩 那隻腳牙 搞定了 心血 現在兩邊都有隔 兩邊的毛隔 都是兩邊的毛隔 給大家看看 兩邊的毛隔 給大家看看你的隔 其實我一直都不主張我的朋友去駕電單車 因為可能我自己平衡不好 駕單車都容易跌 然後我想駕單車是兩個輪 很多的電單車都是兩個輪 我又覺得如果不平衡的話 你一轉個彎位 就會整個人跌了下去 所以我都不太轉 那你平衡 你平衡不好 你幹嘛叫朋友不要駕 我怕他 關心朋友 話說我昨天也看到一條片 就是那些交通景 然後是跌到地下 就是駕電單車 然後上也上不來 我覺得如果我的朋友會跌倒 我就不太想 跌倒也不是最傷 跌倒後面的車顏下來 你那些更傷 多兩千 所以我們那時候 剛剛駕電單車 先不要說飛 去駕駛學院學員一連串 你如何在路面怎樣使用一些設施 我們第二層要學的東西 就是學炒車 學炒車 即是怎樣跌 怎樣跌 其實日本有很多小朋友 可能10歲 他們就開始練習 駕駛一些很小cc 50cc那些 為什麼要這麼小開始練習 因為他們真的想培育 一班年輕的車手 所以小時候就讓他們 開始駕駛一些小cc的車子 在牆壁轉一下 他們的訓練也是 駕駛正常學一下 如何控制速度 在彎位 即是賽車一樣 你如何拉條線 或是拉得好些 如何擾流 跟著流 另外有一課 教他們如何跌 踢開車 明白 踢開車 真的專門踢 因為擔心它 擔心到自己的腳 對 擔心到自己的腳 其實車如果發生什麼意外 記得它的練習就是 車和人一定要離開 一定要分開 要不然 因為車本身有個速度 就會拖著可能你的皮 你的皮鞋 你的皮 如果你拖著車一起去 車會發生什麼事 可能會爆炸 因為磨地下 有些火花 車會爆 第一 第二就是Michael剛才所說 就是會夾著腳 夾著腳 一直拖行 腳也會滑 所以我們練 statute 例如試駕著 遮擒 becomes 也好 駕駛華迪的啡檸檬車也好 甚至是駕駛哈里的高輪 還有一輛車發現有什麼不同 如果私家車我們駕駛著 譬如看到它摻一摻脫尾 我們會駕駛實塘胎 我們不會在這裏教 因為各個都不同 電單車是沒得選擇的 一脫的時候 你就要鬆手鬆腳 鬆手鬆腳 鬆手鬆腳之前那一秒 你要想什麼 我就應該躺在哪裏 左邊右邊坐一堆 但是你想想 那是馬路來的 那些車是滑滑滑滑 你猜不到跌到這邊 還是跌到那邊是好的 但問題是有沒有車 當時教我看看哪個安全位 我試過一次在東區走廊 出回香港這一邊 一直轉左彎 我入右下一個彎的時候 剛才鄭講的平衡力好不好 因為電單車入彎 其實就是騎士車 要斜斜地 斜斜地 第二就是要給動力 撐住油 我一直撐住的時候 就想 這輛車這麼厲害 剛剛好左邊的設計也是這樣 駕駛車可能不是太角 其實大家留意 如果走東瑞 過來北角那邊的手臂彎 有一堆草堆 我轉轉一下 車子會撐住我的 我輕輕地用右腳 撐開車 我就在草堆 在草堆 在草堆 掉到你要扔車 當然要扔車 不然我又拖著 旁邊才 你有沒有想過 車可能會被下面的車硬爛 沒有辦法 沒有辦法 那輛車我控制不了 因為已經在掉 如果你猜到你不掉 如果你不走 你就會跟它一起磨薑 一起磨薑 隔壁的車也會影響到 那次有沒有事 那次我也算幸運 因為在草堆 你一直磨 我只是在電單車頭盔 看到東西的透明鑊鑊 草堆不停地衝過來 好像那些什麼 橙草機 橙草機 那些草 如果沒有草地 你就怕街 沒有草地就磨著地 很可憐 說起來好像很輕鬆 其實很生死關頭 就沒有一句 你繼續駕駛 那時候就不停駕駛 那輛車有沒有事 那輛車當然有事 Total loss 沒有Total loss 左邊 其實你一秒之間 或者不夠一秒 做的決定 可能生與死 上個星期有一宗新聞 我忘記是台灣還是大陸 我忘記了 有個大姐坐在人家的店前面 坐在椅子上 乘糧 不知道你們有沒有看過那條片 突然之間有一條盲病 那輛車出了意外 我不知道它是喝醉 還是什麼 整輛車撞過來 直接撞在店裡 坐在店前面 可能是東主的太太 還是什麼 坐在自己的店面前 撥撥撥撥 拍著 左還是右呢 他選了左 即是靠近店鋪那邊 他一向左 開左 開左 死神來了 死了 其實他有三個選擇 跳右 不動 跳左 你明白嗎 他不動也可能更好 對 對 甚至你不動也更好 他一跳去左 車就 直撞他那邊 這個就是有時候 你作錯決定 那一秒之間 不能說的 不是蠢聰明的問題 對 他未必是蠢 但你怎知道他撞哪邊 對 所以有時候 生活上可以避免 不幸運 不幸運 但有些事情可以做到 譬如有些交通以外 真的發生了 你說如果突然有輛車 而有個店鋪 你又坐得起 那些車又有機會 而且你坐在那裡 你怎會遇到車撞過來 沒錯 他現在不是不小心過馬路 他不是跑出去 他很安全 坐在行人路 自己的店鋪前面 誰知會有個盲面 整個車撞過來 做個決定就是 先撥過去 誰知一撥過去 直接撞過去 所以我覺得路面上的朋友 要留意一下 我自己有件事 我現在泊車也是 我停一場也是 我盡量避開出入口位 彎位那些 我有些是預計 譬如說 這個彎位 一會那個 你要想起別人 想起別人 因為不是每個人開車都這麼清醒 沒錯 而且有時候 貪方面泊車 你也想一想對方 能否通過路 你有沒有很阻礙人 如果有個大車 你又能阻礙人 還有拍斜路 現在兩邊 上和下都一定要扭回 但我見到很多朋友 很隨心 隨便停下來 是斜路 你堂泰可不可以扭回你左邊 如果你說到這樣 我想說最近馬路上很多很隨意泊車的人 直接是紅綠燈 譬如紅綠燈在這裏 他停在紅綠燈前面 適時走去 有很多都是這樣 夜晚 尤其是 有些是日頭來的 好像不記得是星期日 他就這樣停在紅綠燈前面 即是燈腳的下面 關了車 當是泊車位 走去 即是後面的人不知道 停在後面 沒有人 才拿出去 這樣走 很多人很隨便 現在這陣子拍車 拍到人過不了 很窄 甚麼都一樣 可能因為覺得不抄牌 會不會 好像這陣子又鬆了一點點 好像鬆了一點點 但捉人捉得很厲害 捉人 捉人 捉人捉得很厲害 好像捉黑色衣服 我又沒試過 快邊那個那個那個 你這樣捉我 證明你不加號衣服 因為我其實見到 沒錯 美國說的 我見到有些 多了警車 那一輛 我那一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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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個警車 是裝警犬那一輛 那輛 那輛是闊身一點 私家車的尺寸 尊裝警犬 尊裝警犬 後面有個九龍 你還沒見過 有個九龍 有印象 那輛車 我忘記了甚麼牌子 我問 這輛真是警犬車 真是狗車 我打算跟警犬走必須 出來巡視一下 原來那輛車走過 咦? 沒有警犬在裡面 只有黑警犬 是否有甚麼呢 然後他衝過去鬥一個年輕 衝過去鬥一個年輕 不知道為甚麼 小龜 小龜 小龜